今年金钟奖最佳综艺节目主持人得主 这个号角响起啊真的是喜事不断 那么今天晚上呢 阿翔就要把这个女朋友Grace取进门了 喜宴上呢 阿翔要专办成白马王子 而且规定这个宾客呢 一定要穿上粉红色的衣服 许多演艺圈的大哥 包括了胡瓜 徐乃琳跟郑国成 都要到场来捧 希望呢 他们能够有一个浪漫梦幻的童话婚礼 阿翔一身白马王子装扮 开心迎娶交往三年的模特儿女友Grace 为了配合整老婆小公主 体贴的阿翔将婚礼呈现浪漫梦幻的童话风格 连伴郎 林道远 前军众也扮成童话人物 不改号角响起的刷宝样 我跟小公主都非常喜欢粉红色 比如说我的家也装潢成粉红色 还有我的生活的日常生活用品什么都 号角响起爱情事业两得意 但阿翔在浩子结婚后四个月 突然宣布闪电结婚 对于先有后婚的传言也干净撇清 没有啊 要跳一下吗 老公工作很辛苦 然后一直很照顾我 所以嫁给他是全天下 珍惜衣服也是最勇敢的人 阿翔原定洗开四十桌 但人员超好 现在已经爆满家开到五十桌 搭档浩子担任主持人 不少演艺圈好友也都前来祝贺 我衣服却没有粉红色 所以我硬找了一个粉红色的帽子来戴一下 阿翔规定宾客要穿粉红色 不过演艺圈大哥胡瓜徐乃琳曾国成 也陆续进入婚宴现场 会不会粉红出席也成为一大焦点